我国旅游业重开国门之后逐渐复苏 但依然面对重重压力 行动党旅游艺术及文化发言人邱培栋 促进政府从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 调动2亿5000万令吉拨款 再延长旅游业薪资补贴措施三个月 邱培栋今天发文告说 旅游业还没完全复苏 但是政府调涨最低薪资 加上百物腾长和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 大大加重了旅游业者的负担 还要面对员工不足的问题 尤其是酒店业备受压力 而且今年财政预算案拨款6亿令吉的旅游业 三个月薪资补贴措施已经结束 让旅游业面对更多的挑战 因此促请政府在财政预算案中 保障工作畅亿48亿令吉的拨款 以及旅游业复苏计划2亿3000万令吉拨款 灵活调动其中的2亿5000万令吉 来延长薪资补贴三个月 如此一来不止不需要额外拨款 还能够汇集超过2万旅游业者和30万名员工 协助旅游业更快复苏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